哈囉,大家好,我是受裝修的小李哥 前面收到公寓單位漏水 小李哥根據多年的經驗,準確的找到漏水點 在拿到公寓大樓的裝修時刻之後 馬上就打開了指端背牆,更換了損壞的領域損法 接下來就來看看小李哥怎麼把浴室復原囉 還沒有看過前兩話的好朋友 歡迎您先點擊觀看喔 好,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處理好漏水的第二天 恩君開心的打電話給我 經過他的反覆測試,漏水的地方已經確定修好了 接下來就是請我盡快的安排防止復原的工作 畢竟誰能接受一直住在一間被開擋破都的房子裡呢? 回到公地,恩君的媽媽非常開心 特別幫我們準備了咖啡和點心 當天工作大家都士氣高啊 不過咖啡是沒喝到的 因為恩君的媽媽剛來加拿大 不小心把研磨的咖啡粉 當成了吉隆咖啡粉買回家了 這讓小李哥回想起 當初我剛來到加拿大的時候 也是發生了不少糗事 移民罵就是放下過去 重新學習 最初的一段日子總是比較辛苦 在這裡我差提一下提醒大家 加拿大的吉隆咖啡 大多不是用玻璃罐裝就是用盒裝 選這兩種去買就不會買錯了 浴缸復原的程序和往常一樣 固定灰板、補縫防水、再重鋪磁磚 一般來說為了磁磚花紋的一致性 完美的修復方法 是要把浴缸周圍的三面磁磚牆都一起換掉 但是這次比較幸運 本來的磁磚背牆是純白色的 我們剛好可以配到非常接近的顏色 所以我們只拆開了安裝水閥的那一面 不過嚴格來說 不同批號的磁磚 顏色是絕對沒有辦法完全相同的 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新舊的磁磚牆面有什麼不同 有發現的好朋友 歡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訴大家 除了浴室 我們還要修補好 之前水工在牆上留下的洞 怎麼修補牆洞 大家可以看這部影片 有非常詳細完整的介紹 想學的朋友可以多看個幾遍 其實修補的程序並不難 只是要花個兩三天就是了 主要是要等補土乾了 才能打磨補下一層 總而言之 補牆是一個難度不高 卻十分花時間的小活 這一場公寓漏水維修的小工程 在浴室及牆壁復原之後 就正式的告一個段落 但故事到這裡 還沒有完全結束 幾天下來 小李哥和恩君聊了不少 他除了自己這個單位的維修 還要處理隔壁單位的非常問題 忙這些麻煩事 弄到都要快崩潰了 他一直說著 沒想到在加拿大住公寓這麼麻煩 恩君還遇到了哪些麻煩事 我們有沒有什麼預防的方法 可以避免這些麻煩事 我們就留到下一話 再慢慢和大家分享囉